得益于现代社会对古文物保护的重视和高科技的运用 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 如今得以新生 每天吸引着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游人去参观游览 以至于后来为了防止人流过多 造成文物的不正常损伤 而每天现流 去过故宫博物院的游客 心里总是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养心殿常年潮湿 后来在一次故宫大修期间 专家撬开地砖后才发现其中的奥秘 揭开历史的阴影 这里是胜历史 欢迎订阅观看 紫禁城就是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朝灭了元朝后 到了明成祖时期 朱棣因为当时蒙古骑兵对大明朝还在虎视眈眈 他做出了天子守国门的决定 把都城迁到自己的龙兴之地北京 永乐四年 1406年 开始 他就以南京皇宫作为蓝本 他召集起修建南京皇宫的江南工匠 以及全国的能工巧匠 历时15年 直到永乐18年 1420年 终于把布局严谨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完工了 相比于阿旁宫 威阳宫或大明宫 紫禁城不算是最大的 但它是最雅致优美的 现在的故宫博物院 已历经600年封双 依着左祖右礼的基本格局 建在中轴线上的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 再加上东西两侧的文华殿和五英殿 这就是前朝 内庭主要有前清宫 焦太殿 昆宁宫以及东西六宫等 前清宫是皇帝日常批阅奏章 和处理政务的地方 昆宁宫是皇后宫 布局与前朝三大殿基本一样 只是少了些庄严肃穆 多了些优美高雅 后宫内有一个特别的宫殿存在 那就是前清宫西侧东西六宫南面的养心殿 这个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 它的意思是 涵养天性 出自于孟子的存其心 养其性已是天 养心殿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在明朝的嘉靖十六年 一五三七年 天见的 嘉靖这个皇帝 在历史上还是颇有争议的 早期英明秦政 后期过分重新道教不理朝政 还浪费民力大搞基建 养心殿就是 他为炼丹而建的场所 所以初始的养心殿比较简单 经过后来年月里的多次休憩 特别是明朝万历二十二年 清朝的雍正元年 乾隆十五年 同志十二年这几次的大修 现在我们看到的养心殿是红墙维护着的独立院落 包括养心殿 公子郎 厚殿 梅雾等十八座建筑 但自从养心殿开放 公游客参观后 有多次反应 就算外面艳阳高照 酷暑难耐 一走进养心殿 就让人感觉很潮湿 而且阴冷 起初大家以为是安装空调的原因 在得到了工作人员的否定后 各种猜测都有 一时众说纷纭 毕竟曾经有三位皇帝在这里过世 只有乾隆是寿中正寝 顺治和同志都是突发疾病而死 更何况同志那时才十九岁 工作人员其实也很疑惑和苦恼 养心殿内有很多木制家具 还有墙上的彩绘 裱壶等都因为常年潮湿而有损害 只是一直找不到根本原因 等到一次故宫大修时 专家撬开了养心殿的地砖 才恍然大悟 北京地处北方地区 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冬日寒冷节路 夏季炎热潮湿 而且冬天又十分的干燥 在没有空调的古代皇宫内的降温取暖 就尤为重要 夏季取冰降温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毕竟皇宫内每到冬天 会有专人负责就地取冰 足够第二年夏天使用的量 并保存在地窖里 以备来年使用 据说当年保存冰块的地窖 现在改建成餐厅了 生意还很好 可是到了大冬天 取暖就只能靠探炉子或者火炕 但因为一般皇帝住的殿阁都比较宽大 炉子取暖面积太局部了 而且皇帝不可能一天到晚 窝在炕上裹着被子皮奏折 见大臣 这就需要大面积随时随地地取暖了 所以看到那一排排由砖瓦 铸成的古管道 专家们不得不感叹 古时候劳动人民的智慧了 专家考察分析 这些古管道应该分两种功能 一种是水管 一种是地抗烟道 水管的用途应该是夏天注入凉水 在整个殿阁的地下循环 温润清凉 如同水上泛舟 冬天灌入热水 那就是一个妥妥的地暖系统了 皇帝也不用每时每刻 握在炕上了 可以温暖舒适 心情愉悦地 来应付王公大臣提交的国家大事 和后宫嫔妃的争风吃醋 即使有事焦头烂额 也不至于气急败坏 这个工作应该每天都有专门的人负责 所以在正常的运行下 养心殿内一直保持夏凉冬暖的舒适环境 直到最后一名皇帝离开他的家 昔日高贵的紫禁城内 已经人去楼空 不再会有人去关心一个殿阁的冷暖 最后一次注入的水 就一直静静地在地下沉睡 慢慢地流失 长久遗留的水蒸汽 也就成了养心殿 常年潮湿的元凶 还有部分排水管的设置 跟建筑外墙太近 内部积蓄的残留雨水 不仅使排水管附近的外墙 潮湿发霉 长出青苔 也可能通过地下土壤和外墙 把水汽传到内墙 从而导致整个养心殿内部 湿度上升 地抗烟道的话 它在使用期间 肯定是很干燥的 但多年废弃不用后 空置的地抗烟道 就成了地下隐藏水汽的输送管道 把水汽传送到了 整个殿阁的地砖下 那地砖就会返潮 造成室内地板常年无法干燥 终于找到养心殿 常年潮湿的重要原因 游客们长舒一口气 终于不用浮想连篇 脑补神神怪怪的事情 专家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因为雍正之后的八位皇帝 都常居于此 一代一代的累积 养心殿内的陈设 非常丰富精美 特别是爱好书画的乾隆皇帝 在阴藏有王寻的博远贴 王献之的中修贴 和王熙之的快雪诗情贴 而得名的三溪堂礼 命令各方名家 在墙上画上人物 花卉 山水 精美的彩绘 精细的裱壶 之前养心殿内常年潮湿 很多内部装饰 都已经有很大的隐患问题了 还有各种紫檀木的家具 百件 哪一样都不能有丝毫的损伤 但潮湿是个硬伤 不要说木制品了 甚至地砖都会有损害 有些损害到了一定程度 会无法修复 现在问题找到了 那么 只要从根本上解决 地下管道水汽输送蔓延的问题 就可以了 2016年8月22日 养心殿研究性修复项目 全面启动 相信依靠传统的记忆 和现代的高科技技术 项目完成后 一个全新的养心殿 就会呈现在世人眼前 明朝年间 养心殿的存在感并不强 到了清朝就不一样了 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 因为乾清宫被烧 刚入主紫禁城时 是住在养心殿的 康熙年间 养心殿是制作宫廷御用物品的宫中造办处 待康熙去世雍正继位时 他住进了养心殿 而没有搬进秦清宫 说是出于对父亲康熙的尊敬 具体什么原因 只有雍正自己心里清楚了 毕竟他的即位还是有争议的 有了雍正这全权孝心的开头 后面的皇帝就一直效仿 所以在清代 共有八位皇帝居住在养心殿 这也就成了清代皇帝名副其实的寝宫了 作为皇帝的寝宫当然不是纯粹睡觉的地方 还要有皇帝批阅奏章和大臣商议国事 起草各类御址 闲暇时读书 拜佛 休息的地方 宫中造办处后来就全部迁出 养心殿也多次改造天建 雍正在元年养心殿修缮布置后搬进去 前殿民间里要求帝王中雍正职 仁爱和谐的中正人和匾额和西暖阁里的 秦正亲贤匾额都是由雍正守书 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 从他最为欣赏的著名对联为以一人治天下 其为天下奉一人可以看出来 他要做一个亲力亲为治理天下的好皇帝 而不是仅仅被天下人奉养的懒皇帝 为了快速处理出兵准嘎尔的军务 同时防止泄露机密 他在雍正七年时 把军机房设置在隆宗门内 离养心殿只有五十米 第二年改称办理军机处 此后的一百八十多年里 内阁中谨慎守密的官员 就在这里辅助皇帝 处理紧急军务及政务 为了军机处的官员精诚团结 和睦相处 雍正特意写的一团和气的匾额 至今还挂在军机处房内 直到宣统三年的四月 设立了责任内阁 军机处这个强化皇权 使清朝君主集权发展大定点的机构才撤销 等到乾隆住进养心殿时 又大肆休憩 整个养心殿内的陈设比雍正时期丰富奢华了很多 也因此奠定了养心殿满汉合一 具有儒家文化内涵的风格 至此 这个之后 近一百八十年间的帝王权力中枢的基本格局 就定了下来 乾隆十年十二月初 乾隆皇帝于中正殿贵守张家国式的灌顶 虽然人们认为这一幕惊世骇俗 但谁叫人家是皇帝呢 有任性的资本 成为一位密宗子弟后 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就是修行秘法 为了满足 自己要建造一座能带在身边的佛堂这个心愿 乾隆十一年正月 乾殿的西门阁里 在乾隆元年由仙楼改成的长春书屋 被乾隆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仙楼佛堂的改建中 但由于准备的时间不够充分 仙楼佛堂的陈设显得十分仓促 不够完美 就这样 一座早晚随时都可以进入的佛堂在养心殿 一个帝王的寝宫诞生了 乾隆一直到退位 还在养心殿住了三年 直到与世长辞 垂帘听政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西太后慈禧 长达48年的专政 就是在养心殿的东暖阁 1861年 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行宫病死后 慈禧阴谋勾结公亲王一心 发动血雨兴风 信有政变 最后八位由咸丰帝任命 用来俯辟皇太子的顾命大臣 一人宰杀二人 刺死另外五人 被革职或流放 随后两宫太后在养心殿 实行垂帘听政把持朝政 等不多管事的东太后慈爱一死 慈禧就独揽朝纲 勿须变法失败后 他索性撤掉帘子 自己直接坐在铺着 黄断长按后的宝座上 光绪皇帝成为傀儡 坐在他左面一个小很多的座位上 而且大臣觐见 只面向慈禧奏势 于是一道道祸国殃民的决策 就从养心殿发出 一步步把清王朝带上了毁灭之路 最后 宣统三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 辛亥革命浪潮 一浪高过一浪 1912年2月12日 他的亲侄女龙玉太后 带着年仅6岁的宣统皇帝 在养心殿正式发布退位诏书 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 终结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地质时代 曾经的帝国最高权力中心 和整座紫禁城一同沉寂了下来 昔日的威严喧嚣 如白居过戏 过眼云烟 1987年 北京故宫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历经600年沧桑的紫禁城 如今迎来了新生 紫禁城不再是帝王权力的象征 而是人们可以探寻帝王生活 领略中华文明的精髓的通道 是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由于古时候没有方便的取暖设备 后宫中的妃子 大多数采用的是汤婆子 只能一人暖和 而皇帝则是为了让养心殿 整个宫殿达到保暖效果 地板里面的管道 正是热水通过的地方 冬天一到 就会命奴隶们烧制热水 往管道中灌 热水不停地通过管道散发水蒸汽 从地板中渗透出来 达到取暖目的 养心殿如此设计 不可谓不巧妙 每到冬天 养心殿的整体温度都能提高 为养心殿提供舒适的环境 即使在这里就寝 也不会感染风寒 但随着新中国的到来 辛亥革命 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体系 溥仪搬出皇宫后 故宫也不再被个人单独使用 这些管道长时间不使用 而其中又含有大量冷却的水蒸汽 所以会造成养心殿 如此阴冷潮湿的环境 在古事后 能有如此先进的建造地暖思维 我们不得不被这样的智慧所折服 专家们在找出 养心殿阴冷潮湿的环境之后 也对当时修建养心殿的工匠 游然地产生敬佩之情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 将人们利用自己的智慧 以及翘首 制造出各种让人惊叹的设计 包括故宫的屋檐 以及房屋结构建筑 甚至举世文明的圆明园 这些无穷的智慧 以及奋发向上的精神 同样值得大家学习 我们如今拥有更为便捷 获取信息的渠道 应该时刻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自己 正是无数人默默地努力 才让中国在短时间内 用技术一向向领先世界各国 中华民族拥有无穷的创造力 这样的创造力 让中国无愧于文明古国之称